华林县原力全人发展协会在112年承接着西乡部落健康营造中心计划 为了推动部落健康一起来串联着西乡南区五个部落文化健康展 有清水、着乐、古风、冷天、食品等在清水部落聚会所一起办理运动会 也让族人们在欢乐而且健康的环境下迎接美丽的中秋佳节 长者用汤匙把水挖出来还要慢慢的走到前面桌子将手上的水倒入宝特瓶里面 不过长者们都非常灵活虽然动作有点慢 不过慢慢来也都把宝特瓶的水装到一半了相当厉害 这是花莲县原力全人发展协会所办理的原力长者乐龄运动会 就是我们的运动呢有三个文件站来组成 分别是清水、轮天跟食品 那每一个文件站都做了两个游戏 那其实是都跟长者的体制能有关系 所以每一个游戏计划都有它一定的健康目的在 这次超过了百位长者来参与运动会 有些长者虽然行动不便 但还是融入其中与其他长辈同乐 每一位长者都表示非常喜欢参加文件站所办理的活动 因为可以接触到更多人 让脑袋手脚动起来非常开心快乐 我们老人家走出来这样运动运动也很好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那个健康站 天天跟那个老人家一起见见面的心里很 在家里一个人就坐着睡觉不行 就老了要动 没有动就不行了 如果说在家里的话 会变成心情就很不好 大概在一起的话就很高兴 花联县原力全人发展协会在112年承接了 浊西乡部落健康营造中心的计划 而为了要推动部落健康一起来串联 浊西乡南区五个部落文化健康站 有清水 浊乐 古风 轮天 食品等 在清水部落聚会所一起来办理这项运动会 也让族人在欢乐并且健康的环境下 来迎接美丽的中秋佳节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